關志通 消炎 排毒 收復 一剔過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文俊 近日 知情人士透露 法輪功學員布金香 在北京女子監獄三間區 遭肉抵禦精神折磨及藥物迫害 她已經被摧殘得面目皆非 精神失常 目光外滯 衰老不堪 旅居加拿大的袁北京律師 賴建平向《大紀元》表示 對法輪功學員不擇手段進行信仰轉化 即威逼人放棄修煉 是中共的一個特殊罪惡 知情人士表示 在北京女子監獄三間區的法輪功學員 遭受了身體和精神上的極度摧殘 而現在獄警折磨法輪功學員的手段 更加隱蔽、殘酷、無恥 在一次全監獄大會上 獄警甚至延遙 轉化一名法輪功學員的經歷 5名警察 全監獄11個犯人和幾個包夾 積臭名超注的護監組制度 護監組成員在北方監獄 看守所中通常稱為包夾 實施各種方法 進行所謂的幫助學員 且最經過奮鬥的12天 終於取得了勝利 那位法輪功學員 現在已經面目皆非 呈現為癡呆、抑鬱 而後被包夾嫁住去吃毒藥 知情人士表示當時布金香 也出現好像那位法輪功學員的症狀 情況還惡化到會自然治愈 碎碎滔滔 即便如此 布金香還是經常遭到包夾 犯人的圍攻、辱罵、刁難 其中一個包夾曾經說過 這些都是警察在幕後安排 警察找過布金香談過說 假裝問他有什麼困難需要解決 了解之後 獄警卻將他調到嚴管班內 讓他被犯人更激烈地圍攻和辱罵 布金香天天指明揭露包夾 犯人對他的迫害 後來他絕食抗議 被犯人綁在擔架上 抬到監獄醫院去野蠻罰食 被折磨得精神崩潰 根據《明慧網》報道 布金香有可能來自內蒙古赤峰市 遭住在北京大興區 因為使用手機 在微信上發送法輪功真相資料 於2017年5月15日 被大興公安局綁架後 劫持到大興區看守所關押 後來遭冤判10年 布金香的遭遇 還只是法輪功學員 在北京女子監獄遭受迫害的縮影 賴建平認為 中共作為專制政權 總要對老百姓進行思想控制 達到漁民的目的 對犯人也要進行洗腦灌輸 但唯獨對法輪功 取取了極為特殊的手法 也就是所謂的轉化 就是不擇手段 用盡一切慘絕人環 喪盡天良的方法 對法輪功學員進行信仰轉化 目的是改變他們的靈魂深處的信仰 因為法輪功學員的宗教信仰 而對他們非法判刑 那本身就是中共侵犯他們的基本人權 本身就是暴政 那也是中共獨有的 一種很特殊的罪惡 針對監獄對捕金香打毒針 施用藥物等 賴建平指出 這些手段 都是中共對法輪功學員量身訂造 是特殊的 對一般的犯人是不會這樣用 《明慧網》報導 北京女子監獄 不擇手段地威逼學員轉化 過程分三個階段 第一 監獄威逼學員寫五書 也就是所謂的放棄修煉決裂書 悔過書 保證書 揭批書 檢舉書 第二 監獄獄證科要負責對學員的轉化 進行所謂的驗收 而驗收的結果 是與獄警利益直接掛勾 第三 監獄管理局也要進行所謂的驗收 對拒絕轉化的學員 獄警還採用連坐的手段 就會讓全監獄的人都陪著不睡覺 陪著暫罰 以此煽動所有的人怒罵法輪功 威逼學員唯心地接受轉化 賴建平稱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有一套特殊精神的 肉體的 包括對他們的親戚朋友 工作單位 都帶有株連性質的控制 虐待的方法 這樣表現中共政權 對法輪功學員特殊的暴政 特殊的好認 這樣令人非常憤慨 北京女子監獄共有12個監獄 有3個監獄 重點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3監獄就是其中的1個 有11個監獄 原設計住6到8人 現住9至12人 嚴重超出可容納人員 每個房間 都有一至兩名法輪功學員 還有多名包夾 現任監獄長李善 年齡40歲出頭 已經在3監獄 多年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在威逼學員轉化的過程中 獄警會疏使包夾 犯人出面 他們不讓學員吃飽飯 不讓喝水 不讓按時睡覺 不讓正常如刺 不讓正常洗秀 長期罰站 甚至往飯裡吐痰 倒裝東西等 如果學員環不轉化 獄警們就會施以更卑鄙的方式 例如 讓學員如此時 強制侮辱法輪功 有些學員為此不吃不喝 不上廁所 有些別出了尿失禁症狀 對長期堅持不放棄修煉的學員 獄警指使包夾 暴力折磨學員 他們會用身體擋住監控 用手狠撼學員的大腿內側 有時明目張膽地打 拿東西閘頭 踩腳等等 獄警更會公開叫囂 看我如何治你 這只是冰山的一個 而北京女子監獄 也只是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 大量關押場所中的一個 這場非人道的迫害 已經持續了25年 中共為何敢如此殘酷地 迫害法輪功 賴建平認為 中共迫害的主要原因 是法輪功學員 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徵 他們有了宗教信仰後 就非常堅定 對世俗政權不會輕易妥協讓步 這樣令中共政權感到無助 在賴建平來看 法輪功這個群體在上世紀 90年代在國內被迫害以後 存在一種好的抗爭精神 持續向世界各地發展 他表示 現在整個法輪功團體 已經成為中共的心頭大患 他們成為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 反抗中共獨裁的最最重要的力量 所有的反抗力量 各個團體加起來的力量 還不如法輪功 這樣讓中共更加害怕 法輪功學員對信仰的堅定 以及他們的抗爭精神 讓中共害怕 所以他們要全面 徹底地 剷除法輪功而後快 最後 賴建平特別提到 中國人長期受獨裁政權的控制 沒有基本的人權觀念 因受中共對法輪功誣滅的影響 對法輪功存有偏見 他們並不覺得 在法輪功遭受迫害時 他們的沉默或跟著腫腫是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更加劇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社會氛圍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李傑斯採訪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每次的同步 請記得按讚、按讚 questions